大卫修摩 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 作者 米歇尔 马尔赫布 想一想人们在思考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时 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的影响 设计的证据 相信世界上一位聪明的作者的存在 反对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的证据 哲学质疑原因 如何介绍和总结一个持怀疑态度的论点 理性有神论培育独一神的形象 展示了值得崇拜的智慧和智慧 通过信仰和归属于至高无上的存在 意图和权力来假装神性的存在 以支配世界和人类 在希腊人的时代 哲学和多神教和谐共处 共享人性 哲学家享有从事研究的自由 而不会违及社会治理或宗教习俗 与基督教有联合 约翰洛克似乎是第一个公开宣称 信仰只是一种理性 而宗教是哲学分支的基督徒 大卫修魔的技巧是从风格开始处理主题 对话将人物置于原处 从而促进更自由的欣赏 教旧的模式是西塞罗的The Natural Deorum 以非教条的风格对话首次展示宗教问题 在宗教自然史的一般推论的开头 大卫修魔将沉思归因于对人类心灵产生影响的自然作品的沉思 目的的证据 理想世界在神的理解中是现实世界的原因 它本身必须有其安排的原因等等 物质不会自我整理 而想法会 类比艺术和人类发明 效果 人类工作和宇宙的比较显示了他们的不成比例 这阻止了从部分到整体进行比较的任何可能性 天下无双因果推断的程度应该从属于被比较案例的相似程度 支配这个世界存在的目的是一个无限智慧和智慧的存在 然而这种理想的理性因果关系的假设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 这仅提供了拟人化的类比 最终的经验主义 上帝所想的理想世界是人所感知的现实世界的原因 这个理想的世界是一个终极原因 但作为一个原因 它本身就是一个更高原因的结果 秩序孕育秩序物质不断地被一个独立存在的原则重新排序 自然的终结是为道德终结服务的 自然不会徒劳武功 虔诚是我的主要关怀 尊重所有宗教原则的习惯 考虑到人类理解力的弱点 上帝的本质是完全无法理解和未知的 这种至尊精神的本质在人们眼中是神秘的 这一系列的原因自古以来就存在 每个人都在自己内心深处体验到宗教的真理 宗教可以平息恐惧 宗教是生活唯一的慰藉 也是我们的支柱 男人在悲伤或被疾病淹没时的奉献精神 宇宙秩序的一个或多个原因 可能与人类智能有一些遥远的类比 成为一个哲学家 怀疑论者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 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第一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